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接上回》 接说这一部西汉演绎 上回书正说到楚怀王 为刘邦和项羽二人立约 先进咸阳为关中之主 项羽和刘邦叫两路伐秦 经过抓揪 刘邦走的是西路 项羽走的是东路 两个人分为两路 同时进攻秦国 谁先到咸阳 那么谁就是关中之主 秦二世三年春二月 刘邦项羽两路伐秦 既然是两路 那么咱就得把这两路啊 都给您交代清楚 但说书的人呢 一张嘴说不了两家的事 有道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咱们呀得一路一路的说 那么先说谁呢 先说刘邦 配公刘邦 带领本部十万人马 由西路发亲 刘邦这个人呢 跟项羽不太一样 项羽呢 是跨下马掌中枪 万夫不挡之勇 全凭啊 武力赢人 所以一提起项羽来 大伙都害怕 因为他呀 能耐太大 但刘邦呢 跟项羽不一样 刘邦不是杀法 他不讲究动武 讲究的是什么呢 讲究的是化干戈为玉帛 他所到之处啊 叫兵不血刃 不打仗 我呀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把当今这形式 跟对方这一说 劝你归降 所以说这一路之上 刚才说这词 非常的准确 叫兵不血刃 再用一句文言来形容 叫不战 而屈人之兵 不打仗 对方直接就服了 就屈从了 所以说这是刘邦 过人的地方 单说这一天 刘邦率领人马 来到高阳县 高阳县的县令姓王 叫王德 听说了 也知道自己啊 抗衡不住 配工的军队 所以带领手下 三班牙役 开城归降 刘邦 进得了高阳城 到县衙 跟这王德一聊啊 哎 刘邦按挑大拇指 为什么呀 别看他是个小小的 高阳县令 这王德呀 学问不错 读书读的不少 刘邦啊 问一 王德答十 这叫对答如流 口若悬河 嘿 刘邦心想 这么有学问 光做个小小的县令 这可有点趋才呀 大才小用了 刘邦可就说了 王县令啊 你既然这学问这么好 哎 我想提拔提拔你 用为我军中的参谋官 你看如何呀 这一说呀 刘邦以为呢 这王德得喜出望外 您琢磨 从一个小县令 好 到这大军之内的参谋官 不说一步登天吧 可也差不了多少了 可没想到 这王德呀 对自己呀 可以说知之甚清 可现在话说 有自知之明 王德一报权 佩功啊 不瞒您说 我呀 才疏学浅 我这能为呀 我自己心里有数 勉勉强强 做个高扬县令啊 还行 您让我 参加您的部队 做参谋官 参赞军机 这跟您说 我没那么大本事 可是 我觉得王县令 你不错呀 您哪 那是高抬我 佩功啊 跟您这么说 这高扬县之内呀 比我强的 真有一位 哎 这位可是个高人 您应当把这位请出来 他要在您军中 做个参谋官 嘿嘿 胜似我王德 百倍 千倍 刘邦这一听啊 双眼就是一亮 前文书咱说了 刘邦这个人 优缺点非常明显 优点呢 哎 这人为人豁达 大度 好交朋友 再一个 就是刘邦啊 能知人善用 不然的话 您想 刘邦这个人 文不懂孔孟之道 五不小 孙无兵机 他最后能当汉高祖 是大汉朝开国的皇帝 您说 他没点优点 行吗 所以说 知人善用 是刘邦最大的优点 一听说 哪有高人 说什么呀 也得把这高人请来 为自己所用 所以呢 今天王德这一说 刘邦双眼一亮 王大人 但不知这高人 性自名谁呀 佩公 对不起您 我还真不知道 说这么热闹 这高人 姓什么叫什么 你不知道 这不像话呀 我呀 没跟您说清楚 这位呀 跟您这么说吧 他姓什么叫什么 不光我不知道 我们整个高阳县城 没人知道 这是个老头 看年岁 得有六七十的 岁数可不小 从外向来的 不是我们高阳啊 本地人 来到高阳呢 也就三年左右 但这位呀 我跟您说 跟一般的老头可不一样 首先呢 这穿着搭板 就与众不同 刘邦一听 老头 还能有什么 稀奇古怪的 穿着搭板 他什么搭板 跟您这么说吧 歪戴个帽子 帽子不好好戴的 歪戴的 身上穿着青布袍吧 敞胸漏怀 这绒绳啊 记得也不紧 哎 稀了逛当 再有呢 他这青布袍啊 得哪哪蹭 全是油 油吃麻化 打老远一看呢 好 闪闪放光 知道的 是他这布袍啊 不干净 都是油 不知道的 以为这老头身上戴着什么发宝呢 鞋呢 塌了着 光着脚 不穿袜子 哎 就这么个搭板 您觉得啊 古怪不古怪 刘邦一听 是够古怪的 正常人哪有这么穿衣裳的 还有什么别的特征啊 最大的一个特征 这老头啊 好喝酒 怀里啊 老揣个酒葫芦 酒不离身 哎 什么时候想起来 拿出这酒葫芦 咕咚咚 就喝上几口 哎 整天呢 醉目咕咚的 您说 这老头正常吗 哦 整天醉目咕咚的 老喝酒 他怎么会是高人呢 啊 王大人 您这话 前后矛盾呢 哎 佩工啊 您别着急啊 您听我再往下说呀 喝酒是喝酒 喝醉了也是喝醉了 但您要知道 这老头喝多了酒啊 他骂人 他骂人 骂人 骂人就更不是高人了 那不跟流氓脱皮一样 不是 您知道他骂谁呀 骂谁呀 骂秦始皇 骂二世胡亥 骂完始皇骂二世 骂完李斯骂赵高 他这么大胆子 啊 而且呀 有板有眼 有折有运 您说他要没本事 他能编得出这词来吗 骂人不带脏字 骂人不带脏字 各位 就打那时候留下来的 哎呦 刘芳这一听 哦 那 他这么厉害 你们 就不知道他姓什么 叫什么 住哪儿吗 不知道 您听我说呀 有人问他呀 呦 老先生 吃了吗 吃完了 刚吃完 哦 哈哈 您 高瘦了 还小 七十三 哦 考着年呐 啊 你说什么 啊 没有 挺好 挺好 哈哈哈哈 哎呀 您 贵姓啊 我刚吃的呀 炸酱面 不 我没问您吃的什么 我问您 贵姓 有病啊 没病 除了这耳音 有点沉呐 别的我没毛病 哎 我呀 身子骨硬朗着呢 您 哪儿的人呢 几口人呢 两口人 哎 我带个小童儿 就我们爷儿俩 不是 我问您 是哪儿的人 信不信神呢 不信 我这人哪 什么都不信 那 我就信我自个儿 谁也不信 王德跟刘邦这一小 刘邦一听 哦 明白了 说别的没事 一问 姓什么叫什么 一问 习惯 哪儿的人 老头就打岔 这是真龙啊 是假龙啊 这说不好了 那就没人问他 哎 有没有明白的时候吗 有人问呢 佩公啊 有人问他呀 说 老爷子 您 什么时候这酒能醒 什么时候能明白呀 这老头说了 我呀 嘿 遇见呢 有造化 有本事的 我这酒啊 自然就醒了 啊 倘若都遇见你这样的 嘿 我这酒啊 永远醒不了 这位听啊 合着说 我不成才 不成气 我没本事 这天还怎么聊啊 也就不跟着老头聊了 王德 啪啪啪 跟刘邦这一小 刘邦暗自沉吟 要照这么说 这老头有两下子 那 就冲他 明目胀胆 哎 敢 议论秦始皇 议论秦二世 议论赵高李斯 这一般奸臣宁党 就说明啊 这老头不是等闲之辈 王大人 那要照这么说 哎 我还真有兴趣啊 见见这位老先生 你看 我刚来高阳 对此地啊 还不熟悉 你能不能受个累 替我去请请这位老先生啊 王德一听 点了点头 佩公啊 我呀 理所当然 为您效力是应该的 您放心 这事啊 交在我身上 当天无书 转过天来第二天 王德 带着个差人 两匹马 尤打高阳城 可就出来了 那边说 怎么出来了 是 这老先生不住城里 住城外 高阳城北门以外 北山根底下 在这山脚之下住着 王德呢 有人嘛 门上可有人呢 这一问 就听里边啊 有个小孩说话 谁呀 呃 本县的县令 王德 前来拜见老先生 烦请啊 通病一声 王德呢 这话说的已经很客气了 可没想到 接下来这小童说这话 把王德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哦 好嘞 老师 王德来了 小王来了 呦 王德在外边一听 直呼其名 我多少 我是县令啊 啊 我是高阳县的父母官啊 你小孩 张嘴也叫我名字 叫的还挺嫩 小王 小王是你叫的吗 啊 嘿 王德一琢磨 看出来了 有其老啊 必有其小 这老的就狂 交出来这小的啊 更狂 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王德呢 也不跟这爷俩置气 王德就在外边等着 小孩话音刚露 就听这屋里啊 有人说话 呃 哼 同儿 外边谁来了 老师 王德 小王来了 哦 你这孩子 没大没血 我怎么 人家也是本地的父母官啊 啊 高阳县令 老的人来了 你怎么能直呼其名啊 来 随我迎接 王德在外边一听 哗 还真不错 给我个面子 还来迎接迎接我 我瞧着吧 不多时 柴门一开 尤打里边 一老一小 可就出来了 王德抬头这一看 嘿 还是那身打板 就刚才咱给您说的 歪戴的帽子呀 啊 这袍子 吸了广当啊 踏了这鞋 不穿袜子呀 怀里有酒葫芦 还那样 再往脸上一瞧 呼 红彤彤一张脸 不像咱一般的红脸 一看呢 就没少喝 哎 喝得醉醺醺 老头带着这小铜 可就出来了 王德赶紧上前 攻身失礼 哎呀 老人家 一向可好 高阳县令王德 这项有理了 老头一抬头 哦 我当是谁呀 小王来了 哇 你也叫我小王 好 你们真是爷儿俩 哎呀 本地的父母官 来到老朽我的住处 彭壁生辉呀 您看 我呀 也没出来迎接 有失远迎啊 您哪 还千万要恕个罪 老先生 您客气了 您客气了 先令大人来 什么事啊 您 跟我说说吧 王德这一听 德 看这意思 有什么事就 屋外头说了 连屋里都不让 我看呀 我连进都进不去 哎 隔着离不圈 他在离不圈里 我在离不圈外 哪家的待客之里是这样 没办法 哎 请人家来的 那就得 好言相告 老爷子 是这样 您这酒啊 该醒醒了 啊 酒该醒了 老朽说过 我这酒 什么时候一醒啊 那得是 有造火 有能耐的人来了 谁来了 佩公刘邦 谁 佩公刘邦 嘿 老头听到此出一声的冷笑 王大人 要说别人嘛 我还信 啊 刘邦啊 嘿嘿 老朽听说过 这个人呢 酒色之徒 哎 不是什么好人 他来了 我醒不了 老先生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凉 再这一说 您跟佩公没见过面 您竟是听说呀 有道是耳听为虚 眼见为师 老先生 您哪 这样 您看下官我也来了 您能不能 给下官我 一个搏面 哎 您跟着我呀 进城 到我的县衙 去见一见 会一会 这位刘邦 刘佩公 那 您到那去了 您一看 这人还行 有本事 哎 您呢 就跟他聊聊 您一看 这人不行 没本事 没造化 您转身再回来 您就当 赏给下官我 一个面子 不知老先生 意下如何呀 哎 这县太爷 真的会说话啊 您话都说到 这份上了 我要不跟着您去 我不合适 哎 得说老朽 我不懂事 好 那既然这样 好 我就跟着您 走一趟 王德一听 心里挺高兴 甭管怎么说呀 我算是把这老头啊 框出来了 这边差人 把马牵过来 老头呢 把小童儿 留在家中看家 王德上一匹马 老爷子 上一匹马 那差人呢 就得步行腿的 回高阳城 咱就不管他了 王德 陪着这老先生 二位 并配而行 往高阳城里来 一边走啊 王德呢 老得偷眼瞧他 为什么呀 上岁数了 骑在这马上啊 不稳当 老晃悠 这王德呢 就怕他本身 就喝多了 万一栽下马去 怎么办呀 所以王德 老得瞧着他 尤打高阳城外 老头住这地儿 到高阳城里 没多远 很快 前边啊 就已然到了 高阳城的北门了 王德这时候 再马上再瞧这老头 哎 不错 方才这老头啊 骑得马上是闭着眼 哎 就随着这马走 他也不管 现如今快到北门这儿了 这老头啊 把眼呢 睁开一条缝 这酒气呢 下起了三成 哎 王德这一瞧 有门啊 好 接着往下看 这时候 可就进了北门了 进北门 往前走 没多远 到十字街了 到十字街这儿呢 王德再一看 嘿 老头这时候这眼呢 睁开一半了 这酒气啊 又下去三成 王德心说 好 不错 犹大十字街 望东一拐 再往前走 没多远 可就是县衙了 到了县衙们跟前的 王德再一看 呦 王德就是一愣 为什么呀 这老头啊 把眼全睁开了 这酒气啊 又下去三成 三三见酒 各位 这老头 可就不醉了 而且呢 二某子这一瞪 光滑闪烁 跟方才啊 截然不同 俨然就是两个人相仿 呦 王德这一看 心说成 有门 这一次啊 定然能见着佩公了 可到了县衙门前 王德再一看 不对啊 刘邦啊 刘邦啊 我把人已然请来了 您怎么不出来迎接啊 您不接 也总得派个人迎接 这县衙门口 站的人都是差人的 一个当官都没有 王德信说 刘邦 你这可不是 求贤若渴的表现 呃 再一看这老头 老头啊 双眉倒树 二目圆征 骑在这马上 可就变言变色 什么意思 他也气啊 刘邦 你好大胆啊 啊 哦 说你 求贤若渴 爱财如命 你这表现不是求贤若渴呀 不是爱财如命啊 我来了 你连接我都不接我 这老头怒气不息 呃 王德一看 老先生 估计啊 佩宫啊 军务繁忙 肯定让事办住 您呐 别着急 先下马 啊 哦 我说呢 也是 佩宫带十万人 军中的统帅 那事情自然众多 哎 不可能因为老朽我 啊 而屈尊迎接 不怕 哎 我也是有幸啊 三生的有幸 我能见佩宫一面 这日后老朽我这一死 我眼也能闭上了 我 这片儿汤话可就甩出来了 王德装没听见 把老头尤打马上掺下来 有差人相告说佩宫 在东乡房相后 好嘞 王德在前 老爷在后 可就来到东乡房 把东乡房门这一开 老头定睛瞧看 呀 不看还则罢了 这一看 是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各位 究竟刘邦如何迎接这老爷子 谢谢大家 咱们是下回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